二位好啊 我大学的专业是编剧 写剧本的 然后你知道 我整个四年大学 最难过的一门课 就是写喜剧 喜剧是最难的 就是把人逗乐这件事 非常难 因为把人逗乐 我们叫幽默 幽默是高级的 你这叫耍贫嘴 耍贫嘴是低级的 所以我希望你认识到 你自己想要的一种 人生态度是什么 如果你把这种的 耍贫嘴 当成为幽默的话 那你认知发生了错误 把人逗乐很难 把爱人逗乐更难 需要用心 而不是用嘴 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从你对待 伴侣的态度 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 对待人生的态度 就几个字嘛 吊儿郎当 不靠谱 一开始我们就大家 嘻嘻哈哈一乐 觉得还挺好玩的 但是你发现 我们这话题越来越沉重 是因为如果你要 一直用这样的一种 方式去面对你的人生 面对你人生当中 所有的事情的话 你会越来越觉得 所有人都会看不起你 因为大家不会把你这种的 耍贫嘴当成是一种 你这个喜欢跟你这个人 接触啊 当成一种幽默 他们会觉得你这个人 不靠谱 极其不靠谱 特别不照调 所以我觉得趁着年轻 趁着还没有发生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 而栽跟头的事 赶紧调整你的人生状态和态度 包括你说 私女朋友双眼皮贴的这件事 是极其不尊重人的 要好好跟她道歉 知道吗 好 谢谢二位 好 谢谢上达老师 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欢声笑语 但这个欢声笑语呢 味道还是有些变化 一开始觉得蛮开心的 这个录了很久的节目 给我们来点放松 但是说正经事的时候 还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好像有的时候 就笑不出来了 甚至有点是苦笑 我不是很专业啊 这个编剧喜剧 幽默和贫嘴 按照我的理解就是 你得用对地方 是不是 对 你要是在舞台上 逗大家一笑 这说实话 这真不是一般做得了的 在心理学上来分析 幽默的人 他的反应能力一定要很强 你比如说什么叫幽默呢 如果你说了上句 我就知道你下句要说什么了 那我也乐不了 因为给人预期了 你突然下不来一个惊喜 意外 这叫幽默啊 这个需要人的反应能力 按照心理学的一种分析型 人的性格 你这属于叫打傻型 打傻型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说上来 我说下来 一定是给你转移话题的 但是还是有一种连贯性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任何事情有利弊 就是打傻型的人啊 他特别希望 吸引大家对我的关注 成为这个人群当中的核心 我希望大家都喜欢我 那么这样下来也没有坏处 但是有的时候 重心适当地要转移 该有长辈说话的时候 你就不能抢吧 该女朋友铺头的时候 那我们就得做陪衬 我们就当绿叶 就是你别把生活 当成你的艺术训练场 最后不伦不类 这就很尴尬 在生活当中 该认真真真的 做事做人 这个是必须的 而且这种打傻型的人呢 对未来没有规划 包括张学老师也问到 没有规划 随意而然 过一天是一天 心态上来讲的话 那我们会觉得 给你竖个大拇指 真是很乐观 但同时呢 我们有很多事 就给耽误了 这个一定要注意 然后给女朋友这边 说一下 你换一个男朋友 也有他的毛病 就是曾经欣赏的东西呢 你多了 他也会觉得 像吃饭一样 再好吃的东西 也有掉胃口的时候 生活没有完美的 如果你觉得 他不想到 你整个生活的节奏 大多数还给你带来快乐 那就把它留下 如果你觉得 在大多数情况下 给你带来的痛苦 那么对不起 这个人可能就不是你 标准当中那个人了 那就要学会放弃了 所以说呢 这个不追求完美 但是你要知道 他主流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 好吧 这是我给两位的建议 我给你带来的东西